然后左右这样给它分开,明白了吗? 好了,这个时候我们的腋下是怎样剪针的呢? 首先剪一个四针,这边也剪四针啊,包括你的腋下也是剪四针,后片腋下啊,另一侧的腋下也是剪了四针。 好了,剪完这四针之后,我突然发现一个小问题啊,因为刚刚我们这位置涉及到一个单数的问题,对不对? 因为你中间这位置是单数,所以我们应该怎样?后背应该留99针啊,同学们,因为你中间这个是一个单数,它是27针的一个主花纹,对不对? 所以你后背留99针啊,剩下的,那它这边多少?就是91针了,对吗?91针就方便大家分了啊,一针的事儿啊,应该大家立刻也能够,当时我讲的时候就应该反应过来啊。 好,我们继续,在这个位置啊,我们给它剪了四针之后,斜着它还是有针数减少的,所以我们需要给它隔行剪一针,隔行剪一针,一共剪六次。 两侧腋下都如是,包括你的后背片的腋下啊,也是这样剪,看,也是这样剪的啊。 由于你是环形枝,所以你这个剪四针的位置啊,可以连前再后,一共八针可以同时剪去,记住了吗? 好,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哪儿呢?来到了后背片。 通常情况下啊,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,习惯于先织后背片,对不对? 因为它可以作为整件衣服的参照。 好,那么整个后背片我们将这个帧数剪完以后,剩下的帧数就往返往返一直向上值。 它都剩下桂花针了啊,改片装织了,对不对? 那么整个桂花针的后背的部分要织20厘米高,从哪开始算的呢? 就从我们的腋下分针位置算起向上啊,这个位置的高度啊,一共给它织多少? 织了20厘米啊,好了,整个后背片织完20厘米之后,我们要给它留一米的长线,你留这头也行,留这头也行啊。 我们就假设留在这头,通常情况下留这边啊,留在了这一头之后,留一米,然后剪断,剪断之后给它两边保护好,不要让它脱落了。 然后我们来转针到前边啊,我们已经知道前边是这样的剪针形式,两边都是一样。 然后我们实际上剩下的针本也是往返往返继续在线上值的。 我们不像后背片一样,直着就只了20厘米,我们是怎样呢?只只了12厘米,注意啊,这12厘米从哪算呢? 就是从你腋下开始剪针,一直到领口的这个位置啊,一直到这儿,12厘米。 然后我们怎样?我们要给它剪领口了,领口怎样剪?首先,我们要取正中间的,我们拿个纸给它写一下啊,我们要取正中间的15针啊,给它怎样啊?平留。 看,我们要取正中间的15针,给它留针,方便于一会儿我们怎样啊?方便于一会儿我们调针的时候,免得再调了啊,会给它弄乱的。 所以中间15针我们是留下的,留下了然后在两侧是怎样剪针呢?我们需要每两行剪三针剪一次,或者你理解成为可以行剪三针剪一次啊,这都是正确的。 然后我们隔一行剪两针剪一次,再然后呢,我们隔一行剪一针剪两次,整个的编织的过程当中完全按照花纹来,记得了吗? 你原有的花纹该怎样织就怎样织,不要做任何的改变啊,好,那么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啊,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圆润的效果,注意了,你剪的15针是正中间,而不是一侧啊,不要你这边也剪15针,两边领口就不对称了。 那就不对了啊。好,当我们把这个位置剪完,刚刚留了一个小小的悬案,那是什么?我们后背片把长线留在这一侧啊,然后留一米剪断。 如果是这样,你必须在编织的过程当中,要把你的前片的长线留在左前片的右侧,外手侧,记得了吗?留一米长,剪断。 你的右前片在这个位置啊,你自己穿上这个衣服以后的左右,就是这件衣服的左右啊,你自己衣服的右前片要怎样?要给它直接留5厘米长剪断就好了,明白了吗? 一会儿最后作为收针就给它一起收进去了啊。好,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留了预支的长线,一米长,然后我们从外手,像离手这样,支缝前后尖头。 注意了,整个过程不要太紧,如果太紧的话,离这儿的弹性就不够了,明白了吗?好,前后尖头,松一点收针,收好之后,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哪儿了?挑支领子。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,因为整个的领部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,它是一个两部分叠加起来的领子。 注意到了吗?它两部分是叠着的啊,也就是我们要重复挑针,记住了吗? 领子呢是往反直,而不是一个套头的直队啊。所以我们要一共给它挑105针,支什么样的花纹,刚刚给大家截回图了,上前面去翻看啊,在最初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,支的是麻花和反针。 好,这105针我们要怎样挑?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,中间你不是平收了一个15针吗?要注意啊,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, 10针的相互之间重复的挑针。这10针和另外10针,分别是这105的七十针的位置,也就相当于它俩是重叠的,明白了吗?啊,是重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,看。 啊,重叠的啊,这样的一个状态,看了吗?啊,它们的底下是固定的,因为我们都是在底下这挑的针,也都不会挑这块啊,我跟大家讲。 你这不是留了一共15针吗?对不对?好,你在15针当中往里缩一下,取出正中间的10针来。 找到这10针之后,然后我们怎样?然后我们给它啊,这10针就算是你这头的针了,然后这边呢,按原有的情况下啊,直接挑针就行了。 你后脖子由于两头向里边支缝的,所以你这儿是剩下针的,直接给它啊,归入到你的105范围之内就好了。 然后这边你也挑,挑挑挑挑挑,一直挑到哪儿?挑到这儿。 手尾相连了,别结束。依然到哪儿?到你最初的这个10针的后边这儿啊,看,在这儿,再挑出10针来。 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?也就是你的往返的105针的片状,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10针的重叠的。 正面已经有了,反面就在它后边这儿嘛,一挑就挑出来,明白了吗?也挑出10针。 好了,这有一个重复的10针和10针,那么总体一共105针。 我们往返向上支什么?刚刚这个花纹啊,给大家看过了,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它了。 好,向上往返支多少呢?10厘米。 装10厘米之后,你可以收一个平边。 因为如果说这些边的话,这位置会很乱,就不好看了。 好了,收完了平边之后,领子部分就完成了。 然后我们来到了哪儿呢?就来到了整体的袖子啊。 这个袖子部分,其实非常简单,你看。 袖子除了袖口有这样的一组花纹,看到了吗? 跟你正身花纹其实是很像的,但是它是在正中间有这个小球球,而不是在侧边。 你看侧边是没有的,这边是没有的,明白了吗? 跟你最初这个是一样,只是你在这儿织小球球。 注意了吗?两边是没有的啊,是不织的。 我打开你就看出来了,明白了吗?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 好了,我们这一部分的花纹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啊。 好,那么我们整个袖子起多少? 引起了43针。 这43针,中间的29针,依然是按照这儿的花纹的织法织小球球位置有了改变。 其他地方都是啊,桂花针。 看,是不是桂花针? 啊,跟这个主题的花纹是一样的啊。 好,我们按照这样的排花啊, 环形向上一织织。 小球球部分,一共有三个杆和三个小球就已经结束了啊。 我们同学数一二三。 横的这个反针的部分一二三。 看到了吗? 这部分完成之后就全改成了什么呀? 桂花针了啊。 你看,连前再后全是桂花针了。 同学们仔细看,注意到了吗? 好,这时候改成所有就是桂花针之后, 我们一边环形向上织, 一边要在绣叶处加针。 什么叫绣叶处呢? 就是我们绣子的叶下, 这个延长线过来, 与你的绣口的连接线, 就这条线这个位置。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规律的加针。 按照怎样的规律加呢? 我们要每十二行加一次针, 一共加六次。 或者你理解成为每隔十一行, 第十二行加一次针, 一共加六次。 由于你是环形之, 所以你的加针是一次加了两针的啊。 如果你片状支的话, 就是这边加这边也加, 对不对? 但是你要环形之啊, 所以你每次加完针以后, 这是多出两针才对。 你可以取一针吧, 加针点再加针点左右, 各加一针,明白了吗? 总针数我们一共加了六次, 总的针数增加了十二针, 明白了吧? 一直到哪? 到你腋下的位置, 按照这样的规律加。 整个袖子的长度, 我们一共给它支48厘米。 从哪算? 从起针的位置算起啊, 一直到腋下的位置, 达到48厘米之后, 我们就要给它减腋下的针数了啊, 怎样减? 首先, 我们要给整个腋下的部分减去, 它的一侧减三针啊, 连针再后各减三针, 由于你是环形之啊, 这一共是六针, 可以同时减去。 注意, 减多数情况下, 我们是以收平边的形式减啊, 别拉得太紧, 否则这个位置就不舒适了。 记得了吗? 松点收啊。 好, 接完之后, 我们就改成了往返针了啊。 在你往返针的, 针的起始针的位置, 我们在两侧, 可以好像减一针, 可以好像减一针, 一共减十四次。 看, 这边减十四次, 这边减十四次, 也就是一次一针嘛。 也就是这边减十四针, 这边减十四针。 好, 剩下的针在这给它平收。 用这样的方法, 完成另外一个袖子, 两个袖子完全对称。 这时候, 我们将两个袖子和正身, 整齐缝合。 这样, 一件结婚礼服的男装, 完成了。 并不复杂, 但是里边很有心意, 即便是拍着它, 穿着它拍婚纱,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。 好了, 这款设计作品, 已经完成了。 极具创意, 如果你喜欢, 请点赞。 这也是我的, 为大家免费录制教程的一个动力。 感谢各位。 谢谢。 谢谢。